所以你關心台北市新醫區幼兒園狼屍性侵案 毛巨神也是園長之子 之前因為在兩年的任職期間 涉嫌性侵了多達20名的女童 也遭檢方起訴 而今天是一審宣判 他也被依六罪來處了判處28年 全案可上訴 而稍早因為他先前被四度延壓 而他也在一早搭著囚車 可以看到身穿黑色衣服戴眼鏡 以及亮綠色的口罩 這個人就是幼兒園園長的兒子毛巨神 而原本他在2022年 就已經遭到家長來提告 有對女童猥褻 沒想到是多次的遭園長 也就是媽媽涉嫌有包庇的情形 因此在他任職一年期間 其實有超過檢警調查 20名以上的女童 都有涉嫌遭他性侵以及猥褻的部分 因此檢警將他起訴之後 先前也有到他的住宿來搜索 發現他的電腦以及手機 有多達了600多部的不雅影片 因此他在庭上卻否認犯刑 只強調自己是有承認猥褻的部分 是沒有性侵 但是檢方是不裁信的 當時是依加重強制性交 以及加重強制猥褻 來對他依法來起訴 而今天一審宣判 因為有6罪的部分 也涉嫌有多達20名以上的女童 已經判處28年全案還可上訴 而這個幼兒園教育局已經明犯的規定了 在這個上網可以來查看 有這個幼兒園的不適任人員專區 而第一筆的資料 就是這一名原長的兒子毛巨生 不但會公布姓名 身份證的字號 以及任職的機構 因此以後日後 也方便民眾可以來查詢 也避免再遇到狼屍 除了這個之外 市長講話案也特別要求全案要來徹查 而且要來嚴重的防範 日後熱園的安全 也提供家長除了這個網站之外 也這個防範的教育 都會來做日後家長 幾乎都會來做索張 你身份證的 ?